人生有高峰 亦有低谷 但是人生有了它 就必定有祝福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做饮食学 下班就去玩 对太太对两个儿子不懂得负责任 阿荣三岁的时候 幸好就是我刚刚信耶稣 真的不够的 每个月都是不够的 但是看着我向这一行的人一路一路传福一遍 我是一路一路一路被他感染到 我爸妈士奉 真的窮到窿 将来我都重要是这样 后来就发现 士奉不是我选的 这班人其实真的很需要神 而他们真的没有机会去接触 那怎么办呢 我不想放下他们 我不配得一个这么丰盛的人生 一 二 三 给点掌声 为什么今天在香港的闹市 会有这么多厨师呢 原来他们是参与香港厨师节的加年华会 和花车巡游 不要以为这个是政府推广美食和旅游的节目 这个厨师节是一个饮食业福音团契发起的 目的是令市民对厨师这个行业有更多了解 给他们多些尊重和鼓励 关心他们身心灵的需要 在一连串活动当中 有百多二百个厨师 义务参与 爱心承宴遍香港的服饰 为了不同地区有需要的人士 预备美味佳咬 让他们享用一次丰富的研究 这一晚 为了招待大约五百人 几十位厨师 在饮食业福音团契 餐饮服务的厨房 预备材料 烹调各种珍贵美食 而另一班厨师 就负责场地布置 将一个学校的礼堂 化身为宴会厅 最后大家各就各位 预备为一班 由教会邀请来的街坊朋友 呈上爱心承宴 今次爱心承宴 师傅、厨师 或者饮食业的从业员 超过一百位 来自不同的大酒店 大酒楼的总厨 亦都有不同的酒店的经理 一起来帮忙 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但是起码 让他们可以享受到一些美食 这么多年的饮食知识 可以和他们一起共享 我觉得他们也很开心 最重要的是 感受到我们饮食行业的厨师 的团结 和他们的进步 师傅无论大小 职位无论高低 男孩、男孩、男孩、年纪 亦都无论 每个都很热心 做好每个人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份热心、这份爱意 很感动 有些有家庭、有小朋友 都花了一天假 都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对饮食业的前景 是充满了希望的 我觉得付出没什么问题 这些可以帮到别人 亦都自己学到些东西 他让你感受到 主耶稣或者我们传达的爱 他自自然而 你不需要传 他都会相信 什么是令人开心呢 除了吃之外 就是经历爱 在这晚的盛宴上 除了义务厨师所做的菜喉 令街坊朋友很感动 而见证嘉宾的分享 他所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 亦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感动 当晚厨师的爱心服侍得到表扬 而街坊朋友亦得到饱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有机会接触福音 让心灵得到满足 厨师们今天你们都是神所爱的孩子 孩子你们为耶稣做事 今天需要终合你的生命和家庭 负责统筹厨师节各项活动 安排各次爱心盛宴的人手 程序和资源调配的 就是饮食业福音团契的 餐饮经理林健荣阿荣 他刚加入这个机构的时候 负责的是设计和资讯托展工作 后来要兼顾餐饮服务 对他来说算得上是个大挑战 餐饮的东西其实我自己不认识 我之前做开设计 所以有很多东西重新学习 但在过程中自己有一种坚持 因为我们很希望 将这一个餐饮服务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告诉别人我们是信耶稣 所以我们要做得好 过程中自己很多东西又不懂 但是很执着 要做好他 跟同事有时会冲突 所以有时跟他下去喝杯茶 多些跟他们聊天 欣赏他们 跟他们说我们工作的原意 其实大部分都理解 其实阿荣 起初很不想加入福音机构工作 原因是他爸爸林文岳牧师 本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厨师 收入亦不错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就令他的家庭有很大的改变 有好的一面 但是也有困难的一面 当年来说做饮食的行 基本上是没有选择的人留在这些行 我们比如读书少 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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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兴趣的事情 发射在我的儿子身上 特别是那个大儿子 由小到大 我打他打得很厉害 打到学校都要说 你再打个儿子我报警 是这样的 因为阿荣他三岁的时候 幸好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刚刚信耶稣 他的成长里面 会有不同的对待 信耶稣里面 自己好心去感受 自己做错很多事情 我没有尽丈夫的责任 又没有尽爸爸的责任 我看到我这个人 竟然值得给耶稣爱 我自己都爱自己不了 在想起他的对比 他未信主之前 他半夜做梦 他都在说粗口 他做传师 当时做打河很紧张 他在说粗口 但当他信主没多久 他又是发口后梦 就很不同 他在尝试觉 他在祈祷 他甚至说道 很不同 很大的对比 在未信主之前 他放假回来喝茶也是 我不是对着人喝茶 我是对着报纸 他打开报纸 我在他对面 有一次喝茶喝到我发火 我对着报纸 我说我不喝了 我想很不同 到他信主之后 他在家庭里面 他都会亲自下厨 他的性格 他会煮食给你 他知道我喜欢吃鱼 他会特意买一条石斑 来蒸给我吃 自从信主之后 林文岳的生命换言一身 后来更全时间投身侍奉 向餐饮业人士传福音 不过生活就因此而结聚起来 我记得八六年的时候 我开始的时候 在工业方团契 我由最低的角色开始做起 当时好像二千四元一个月 我在外面找到五千多元 突然没有了一段 所以经济压力很大 真的很少 还是很不足够 但是那时 神都比智慧我 那时我们就买鸡翼尖吃 那时五毛钱一斤 我做鸡翼尖 我们记起来 文岳经常说 鸡翼尖得最短短的鸡翼尖 文岳有时都会做 粟米肉粒饭给他们吃 我们经常开玩笑 粟米一粒饭 他们吃得很开心 要不然就买罐餐肉 煎两个蛋 对他们来说 都好像一个大餐 虽然我们的物质 不会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我们需要什么 其实神都是这样供应我们 我记得那时我们住鸡翼尖 有个姊妹她不认识我 她是在官行那里住的 她那天就带着很多杂货 有油、有米、有罐口 还有带了200元的福钱 来鸡翼尖去鸡翼尖 刚刚我们就说 我米缸没有米了 但是德生说可以到米缸一起祈祷 我家里有米缸小 我说不如入房祈祷我们 我都没祈完 人家那个姊妹就敲门 将这些东西送给我们 她说她不知道在哪里听过我说见证 她就周围去问人 怎样可以找到我 真是不够的 每个月都是不够的 但是我自己很支持她去那个侍奉 我看到她那种侍奉的开心 我里面都很开心 其实我都是给她感染 来到她关心饮食 因为我以前都做饮食液 但是我做饮食液的时候 我不喜欢这行的人 我没有想过跟他们传福音 我没有想过 但是看着我问我向这一行的人 一路一路传福音的时候 我一直被她感染到 林文岳牧师和太太为了传福音 甘愿承受生活上的艰辛 但是对年纪小小的阿荣来说 这种艰苦的日子太难捱了 记得每年去到年尾的时候 妈妈说今个月有没有钱交租 其实心里面很不舒服 真的很怕不能交租 自己就跟妈妈说 新年你拿些利是去吧 你交租了 其实当时新年的利是 可能都是几百元 交租都未必足 但是自己心里面 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帮到手 但是就 只是躲起来哭 有一次又记得家里没有东西吃了 妈妈说整个冰箱 剩下最后一包鸡盐 一起祈祷了 其实那个祈祷是自己都很害怕的 下一餐有没有吃呢 以我记忆回来 我们祈祷之后 有人寄了一封信给我们 信里面 我记得好像是一张五百元 就帮我们过了那个月 我们不足够的奉献 所以其实我想神有供应 但是在我小孩心里面 不容易经历一个经济的困难 觉得自己很可怜 其他小朋友有的东西自己没有 去小朋友家 他们就打开雪櫃 哇 汽水啦 朱古力啦 糖啦 哇 什么都有 自己家里的雪櫃打开 什么都没有 小时候 有时候 都很少机会出去吃东西的 阿荣没有想到年幼贫穷的处境 甚至对他成年后的心理和行为 都造成了心愿的影响 以前小时候雪櫃空小小 现在就很想雪櫃 有些可乐在那裡 有些薯片 汽水 糖 有时候吃不完 但是都是想有 甚至可能你根本都不想吃 每天都会买的 例如星期六日出街吃也不奇怪 但有时候 可能平日 他都觉得 不如我们今晚出街吃 整天都出街吃 我又觉得很有疑问 难道我煮的菜真的这么难吃 后来一晚跟他说 不是的 其实不关你事 我觉得出街吃会比较开心 因为他说他小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多钱 他很享望出街吃 觉得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可以减压 我也安心点 觉得跟他聊了 原来不是我 因为我住得太难吃 而是他有这样的感受 小时候害怕贫穷的感觉 竟然成为他投身福音工作的难阻 但是上帝偏偏要他去克服这些障碍 全心全意地侍奉他 有一天 在我敬拜里 真的 神跟我说 你将来就会像你父母那样 他要侍奉我 那顺理成章 其实我这么投入教会 其实我都很想侍奉他 但是当他说 我好像我父母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很大的拒绝 很害怕 想起以前小时候 那些不开心的事 擔心自己 会不会像我父母 侍奉我真的窮得窮 将来我仍然是这样 不想是这样 当时我记得主任牧师都过来 问我什么事 哭得整只猪 我不知道是太感动了 还是太害怕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后来看到他 静下回来 问他 其实他就有一个神的呼召 他要呼召他 出来侍奉他 当时还是很年轻 他好像 我忘了是读 半功读 还是怎样的 他真的很感动 那一次 他就会觉得 不是 他很想说 那时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不是吧 真的 不要 但是又知道 这是神的声 后来就发现 其实侍奉不是我选的 是神的安排 在我参与了饮福的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不经不觉去投入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 其实真的很需要神 而他们真的没有机会去接触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不想放下他们 要不不做 要不就要做下去 阿荣克服了心理障碍 和爸爸林文岳牧师有相同的使命 向餐饮业人士传福音 而通过这次厨师节的活动 他们可以更深入地 认识这个不容易接触的群体 我们很想怎样去帮这个行业的朋友 去得到一种尊重 令到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知觉性会提升 以至到他们会想明天 那我就想到 是的 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个节旗 是纪念他们的 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 每年的10月20号 就是厨师节 在这个节日里面 会告诉我们 厨师不是厨房佬 全菜或者楼面经理 他们不是酒楼佬 而是他们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他们是配得人尊重的 多谢大家 我们要有一些很实际的行动 做出来 而这个行为是可以让人看到厨师 不只是煮食 而且是用一个好心去煮食 所以我们就想到 这个爱心胜宴片香港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就是三人局面 一家会可以招呼一些 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 为他们打打气 那些厨师又做到他们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来说 亦都因为这样的严股 认识到一班和他们一起去做事的厨师 那过程里面 很希望带给这班义柱 他们有一个正能量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见到他们 躺在公园 躺在下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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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吟水叫他走 其实他们对自己的形象 未必是个人都那么好 有些可能上电视当然好 但是很多人没有上电视的 我们很希望告诉这些行人 他们可以帮到社会 所以我们就召集他们 一起去做这个义工 我们去到不同区分 不单止是煮食 还要是招呼 在过去来说 很多参加聚会的朋友 他们很多走的时候 都哭着 就是他们说 唉 我的子女都没有这么对我 是一份尊重 我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 招呼的义主 他们真的很尊重 每一个来到的朋友 服侍的一班人 大部份都是一些 受助家庭 或者是一些 需要关心的人 其实是 对我来说 是很吻合的对象 因为我是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来说 这件事是好事 起码可以 将个爱心表达出来 就是基督的爱心 以前爸爸觉得 做饮食业 说个个都是不好的了 有些喜欢赌钱 赌钱阿多 说粗口 很多不良嗜好 但是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不同了 现在就 好像这班二厨 大家都很团结了一件事 就是不会自私 大家都向着一个目标去做 事实上我们厨师 以前叫做厨房佬 厨师在外人的眼里 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其实都已经很进步 进步得非常大 当我们每一次 和这班二厨 好像去旅行 一起去做 一起去玩 整件事的时候 又觉得很开心 到最后 又被复视的人 他们说多谢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 都是很开心的 更加见到很多一些义处 其实以前 很多他们信过耶稣 或者回过教会 他在这一行里面 他因为时间关系 回不了教会 是不是被同事有机会笑 所以他们都变成了 不是基督徒 但是这一次 他说 其实我都回过教会 我很久都没有回教会 都很想试试回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是令到我们有更大的修学 就是找到很多有食业的 封闭了基督徒 尊贵成烟 爱心奉献 为了感谢这些义工厨师 厨师节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借借厨师宴 厨师们不单只可以享用一次盛宴 还因为他们的服饰和专业得到表扬 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个 由前任司奖 颁发的一个奖牌 就是一个最佳服务奖 他们拿着那些奖牌 周围满场飞去拍照 很开心 这个是在饮食业里面 过去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没有机会经历这些东西 神就很奇妙 其实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是神一样一样砌出来 我们真的很开心 在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去经历神 彼此面临 无万与千言 此刻我愿 神伴你每天 享用丰富的美食 当然是人生一大乐视 但更重要的是 可以听到神的话语 圣经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不单只要满足肚福 亦要让饥饿的心灵得到饱足 假如你觉得人生总是有所欠缺 可能你需要的 不是看得见的物质 而是神为你心灵所预备的 人生成言 以我的学识 以我的背景 以我的性格 我自己去看回 其实我不配得 一个这么丰盛的人生 每天发生 前面有主 跟你同感 神在世间 留下爱的脚印 也会为你自福一生 你千年为 无限于千年 此刻我愿 神活你每天 既去世事改变 主恩天分便知 恩主明智师 以马来利 神一天 保护未免 神一天 保护未免 神在世间 神在世间 留下爱的脚印 也会为你自福一生 你自福一生 我们自福一生 无限于千年 拜目 祢 祢 需要你自福一生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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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称国金田 总不甘与 神灰离每天 有双眼泪民意 本因小蝉重演 因著明知事已马爱你 已经登陆TVB Anywhere 无论用电视盒 或者免费下载流动应用程式 Mobile App 都可以随意点播 非常方便 恩与撒遍全世界 恩与祝福加拿大 敬请留意收睇 并向亲友推介